随着社会还有经济的开放 人流的流动量会增加 也意味着说 我们的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年长者 他们变成一个弱势群体 没有接种 他们如果得到这个病 被传到这个病毒的话 他们会得到严重疾病的可能性 是相当高 10%到15%之间 所以每个10个老人 一到两个之间会得到严重的疾病 进ICU 要用气管来呼吸 这个我们要尽量尽量的避免 所以现在是大家都在着手 设法的说服我们的年长者 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年长者 前来接种 这个流动接种疫苗团队 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有10个团队 在新加坡各个角落 已经进行了大概三个星期了 每次来到一个新的地区 很多我们的社区义工 都会去挨家挨户 说服我们这边的年长者下来打针 所以今天就有好几个已经下来打针了 不过第二点就是 我看我们义工说服年长者 也是只有一定的说服力 说服力 所以我们也要邀请我们的这些所有医生的帮忙 包括我们的中医师 在这个拜六礼拜或者星期一之间我会写信 寄信给所有的医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医师 请求他们的帮忙 尽量打电话给你们那些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年长者的顾客 叫他们前来接种疫苗 如果说他们有预约 有些年长者他们有三高 所以有这些预约每三个月要见他们的一生一次 能不能把这些年长者的预约提前 早一点见他们 顺便说服他们前来接种疫苗 这是我们现在正要着手所做的 因为社会经济一开放 他们真的变成一个弱势群体 我们不要尽量的要保护他们 所以现在是大家都在找手做这项工作